7月19日傍晚50左右 中国女排从日本东京成田机场通过海关 受到了当地华侨华人的热烈欢迎 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奥运相关人员办理完通关手续常常需要几个小时 尽管如此 女排队员脸上也并无卷容 此前 朱婷接受采访时曾说 女排的目标是升国旗 奏国歌 对此 郎平耶表示 中国女排已经为奥运做好了准备 会在比赛中努力拼搏 在中国女排之前 已有部分中国代表队成员入住了东京奥运村 奥运村里已挂起五星红旗 迎接女排姑娘们的进驻 虽然刚刚经历周车劳顿 但中国女排还是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次日早晨不到九点 记者就在奥运村门口再次见到了女排姑娘们 这一次她们正在前往训练场的路上 当天的东京天气炎热 温度较高 中国女排登上训练大巴 她们的前方正是挂满了中国国旗的奥运村楼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